香港一直都处于低失业率 Human Resources都面对着两个很大的挑战 一个就是retrain和recruit人才或者talent 在这个情况之下 Human Resources更加要建立一个良好的雇主品牌 还有有一个flexible的working environment 另外也要去培育一些情况 是等到员工有career development AI的出现的确减少了一些行政上基础性的工作 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一些需要human touch的工种 最后一些专业性的员工的需求也增加了很多 现在的公司由很多不同generation的员工组成 例如Baby Boomer来说 他们最注重的都可能是compensation 反而千禧一代他们就注重工作的性质和意义 Thrive45是Mercer设计的一个产品 令到不同行业的HR可以用一个简单快捷的方法 拿到他们顾问对公司的看法 在Mercer Thrive45设计里面 主要是问八个不同的HR key dimensions 例如有engagement、organization structure以及culture等等 员工可以用手机或电脑去回答这45条问题 整个讨论大概7至10分钟 HR收到数据之后 Mercer就可以帮他们做不同的分析 例如market benchmarking 参加完Thrive45设计之后 我们也想邀请每一间公司 来到我们的Mercer Thrive Award Ceremony 我们想值持这个机会 表较到良好的公司 也帮他们加强到雇主奔牌 谢谢大家